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骗我 明明很快 为什么你说是一万公快 太极是太极 行义是行义 白痴 白 白痴 我怎么会生出你已经是白痴儿子 下次考试再不及格 不止没有晚饭吃 也不准回家睡无觉 干脆早点去过没出息的起跑生活 神哥哥 明明我已经很有功了 我 我真的是白痴了 我真是没有 不是哦 如果考试的内容是做好人好事的话 你一定是无敌学吧 哥 考试根本不会考做好人好事啊 人类社会就像是个游戏 我们从一出生就被强制成为游戏玩家 必须按照游戏设定的规则去做事 才能获得奖励 但是 并非每个人都能在游戏规则里游刃有余 一旦你不能胜利的时候 就会沦为他人口中的垃圾 废物 你觉得这样不公平吗 虽然不能完全听懂神哥哥的意思 但我知道这样不公平 所以啊 我们一定要成为改变规则的人 为每一个遭受复工的人去战 你愿意跟着神哥哥去成为这样的人吗 愿意 那从今天开始你就脚包 没有人会再骂你白痴呢 妈妈也不会嘛 他们都是被落下思想刚硬的奴隶 我需要有人帮他们解脱 你知道吗 骂我白痴的人 使徒统统死了 彻底包走失控了 包 回来 你现在的状态很危险 沈哥哥 你说过 被打上思想刚硬的人 需要帮助他们解脱 但我也警告过你 彻底激活你体内的那些小东西 一旦他们吃不到足够的灵 就会反噬 我会速战速决 不让沈哥哥担心 战斗技巧太低级了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画境高手 寿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啊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证 就连斗雀公的孤舞巅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鲜血鬼 赛犬 completed 上午十点更新 解锁漠视的九十九个女主 《诗人都说浅家弦红五公》叫四 你是说玄机和那个叫阴机的女子纠结了 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周四周六 更新一集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